杨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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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起前我脑袋有哪个问题 就比如说 我那时候为什么突然想起有很强的 这是一定要成佛这个欲望 因为我就想想 比如说现在这个戒甲在修针 这个自我在这世如果没有修成 那下一个人 下一个自我了 下一个假我了 那跟这个人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所以我在观察 其实自我它有这种 心相续嘛 心会有相续性 心 但是这个心是个真心 你投胎还是因为你这一世的自我那种 这个制裁投到哪一道了 不知道怎么会不相续呢 各种执着相续 各种执着相续 我在想它这个问题就在于 自我在想 如果这辈子如果不成佛 你也看不到 跟你也没关系了 所以它就有这个想法 一定要这辈子成佛才行 要不然就跟它没关系了 你上辈子也这样说 所以不用遗憾 也许上辈子我们也这样说 你怎么知道 我们不是从政法时候 一直学到现在的 很多的都市啊 当然说 当年也许释迦牟尼佛讲法的时候 我们还在现场旁听了 到现在没几个 没破玩笑 现在人家全程到了 程到的走了 就剩下我们这些 还到现在留级的 然后留级的 也觉得我们珍贵了 因为他们绝毕业了 知道了吗 好像这样说你不高兴 还好了 还好 大家不是留级的都再来的 要这样说大家开心点 你说留级的 我不是 我是 我是留级留到魔法的 一直 一直 比不了业 就是这个自我 跟这个自我没关系 其实自我吧 就是 生生世世世大家修行 都是有一两件事 集不老歌 都是舍不得放 大不了自我有个啥呢 早就看破了 就像文书菩萨说 他说明乐菩萨 你上辈子就是名利放不下 所以把法华经要忘了 法华经里面一开篇 就是佛要放光动地的 明乐菩萨说 这佛要搞啥呢 这今天又放光了 可是要说啥法呢 这又开始放 他就敦为修 最后问到文书菩萨 文书菩萨 上几世你就是一家佛 就讲过法华经了 这当时你不是还是叫什么 求名菩萨 对对对对 你忘了 求名求利的 你看这辈子都忘了吧 是吧 真的吗 嗯嗯 我们也经常这样 其实就是名利放不下 对吧 这就像 《红楼梦》里边 那个什么《空空道日昌》 《众生都说》 谁先好 就是那 家里那个什么 美剧啊 娇气美剧啊 忘不了 什么 这个时候 你背的 能背下来 你背一背 叫什么 什么歌 何了歌 好了歌 什么其实是一样的 万法通的嘛 你总有一点执着放不下 你自我救那一点点 你还破什么 其他相跟你没关系 破啥 总有一点点东西舍不得 甚至是 舍不得 甚至是 不过也没关系 每一事 每一事舍得一点 每一事舍一点得一点 每一事舍一点得一点 每一事舍一点得 每一事舍一点得 也行啊 所以这样理集下来 就需要好几事嘛 所以说你在这个人道 你要不突破人力的局限性的话 你放下真的是一无所有 真的我告诉你 你必须突破维度 突破你见门觉症的局限性 真的你会 你才会活成缺一致 你才会活成万法 突破你的直接 但是在人道也能圆满直接 圆满佛界空险佛之间 你就说你看不见天人 看不见其他道没关系 每一道有每道的 人道有人道的幻境啊 你足够你破了 因为人道你会发现人道的幻境 空性里本来无相的 只是你在空性里但也发现了嘛 发现了人类的时空事件了嘛 但是天人发现了天人的时空事件了 天人破他的你破你的嘛 但是其实这个世界 你说就算人力 人力很多是跟你没关系的 很多是你都不在乎你还放个啥 你不在乎的你放他干啥 把你在乎的放下就行了嘛 在乎的不想放 不在乎的却放 是不是 那你能破了个像嘛 是吧 你在乎啥放啥 我告诉你 你就快了 你出来就解脱了 他说大家敢吗 我在乎放了我还能活吗 这 男就男在这儿 对吧 理智上敢放 情绪上他其实不敢做不到 舍不得 甚至有些执着你放弃生命都舍不得放 都不放 有的人会自杀 但他那执着不放 他不放 他就放不下 他就没放过 那怎么能放得下呢 对吧 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你 就是刚开始对人力来说 对人力的根基来说 用另一个东西带起这个东西才能放下 比如说 你突然喜欢佛的神通也可以 突然在空性里面见到光明 还见到幻境了 你就不再贪恋人世界的东西了 因为那个更快乐 更舒服 更好 所以大家都是一情别恋的吧 这家更好 你就不喜欢人是人道的这些 什么美女啊 这就像那个佛的那个南陀的那弟子了 他忘不了他的老婆 他老婆漂亮嘛 就是全印度的美女嘛 每天每天出门 走着就记得 然后佛陀带他去天上 看了那些天女 他马上都回来说 我老婆像个母猴子 回来说他老婆 丑得像个母猴子的那些美女 天女啊 他要上天去跟那些天女过去 就是马上就一切别列了 把他老婆放下 所以这人力其实蛮容易的 你给他个更好的 对 然后马上就把不要这样 这个对我有效 对 在佛法里面见到更美的境界 你就不要人道的了 知道了 因为以前我 人道赞美的色相 一旦你打开是维度 打开是进入光化的境 然后你跟祝佛佛上 他每天聊天的时候 然后你进入光化 九二千 天夜天二千 打开的时候 最起码在天道 人道的东西算啥呢 你就这样 你就 骗得 是 什么 两只美女啦 什么名利啊 这些东西你看都懒得看 你也不知道那种自信哪来的 试试吧 之前我经常问一些 周围的同修 我说你们见过神串美 我说我没见过 而且我特别想见识一下 有一个更好的东西在那 对 就有那个东西 如果说那是真的 人道的全放了 其他就都放了 不是说我追求那个 其实是我站在另外一个角度 因为我是 别解释 我知道你不追求 那就是喜欢吗 其实也不是喜欢 我就想见解 因为站在科学的 我们是训练出来的 那就想知道是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是一个问题 然后你能不能成为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现在一切 还有一个疑在这儿 是 头脑很狡猾的 头脑总是找各种借口 但是看看我们的心蛮简单的 我们的心蛮简单的 我们的心就像赤子 都心里面小孩子都没长 都是赤子之心 不简单的 我就想看那个 不想看这个 我就想看看那个 是吧 想看看没啥理由 你信不信 你当初对佛学 你也没 他在习气死人啊 有的都不是信不信的问题 你对这个世界 红尘青菜萝卜 你怎么喜欢上 你不看一眼你就喜欢上了 尝一口你就喜欢上了 听着萝卜 你说哎呀这个味道好 这个那个味道 为啥对你就好了 吸气啊 你就喜欢吃青菜 没有什么说 理由 理由都是人头脑憋出来的 你一定会被 某些东西吸引 就算你没有科学 啥呀没有你啥 但佛学一旦出现 你肯定会被吸气 大家吸气嘛 大家深深深深深 修行过 就这样 你知道啊 那个东西 他那个佛像一出现 那时寺院你看见 你都觉得 似曾消失 你看见你都觉得流泪 你听到反面 你都会流泪 你看见 你都会觉得 爱不失手 这个布挺好的 这个衣服挺漂亮的 是哪来的 或者我是想 通过学这个 去探索生命意义啊 我要通过这个 我是寻找 从生老病史解脱的东西啊 我经常说的 我是为了探索生命意义啊 学佛的 我好奇啊等等等等 到最后 他就吸引你了 我就觉得他诱惑我了 就是不自觉的 跑进去了 就这样 后来我发现是习气 是吧 我别的东西 也很多只是理由了 我就没跑进去 我还学过太极 还学过 还学了这个世界很多东西 都觉得 我能够成就的在里面啊 因为都可以 好找老师嘛 那块佛学不好找老师 什么都能学啊 我也一大堆 我从这个领域 那个领域 这个学那个学的学 但最后 揭持下来的就是佛学 打坐也能揭持下来 别的都揭持不下 吸气 靠吸气 揭持下来 所以生生世世学 还是有用的啊 哈哈哈哈 他不自觉的 他就 他就很懒 其实是不爱做这些 很懒 但是打坐就行 其他的就不行 你让我去练个啥 你打太架 什么一天的 什么练三伏 什么练三九的那种 都练 对下练三伏 都练三九的 这会不行 懒 但是你让我坐垫上 八个小时 行 那坐下去了 你知道了 怎么坐下去了 不知道 你枯燥不枯燥 枯燥啊你坐那干啥呢 你对这个世界 他就能坐下去 毛病犯了嘛 就是就是习气吧 靠习气凶然的 知道了 而且坐下去 你那个时候 你也不知道 你能看这个啥 是吧 你坐下去能做个啥 你坐下去能飞起来 长翅膀 那八个小时 你也没帅帅 他浪费你多少时间 而且坐在那 可能一无所事 可能什么时候也没有 还被人骂 说那个是 你看坐坐坐 坐那不动 肯定是有问题了 脑子精髓 啥也不干 所以我们都有习气 大家都有习气 这个老婆 而且末法实在誘惑实在太多了 入道人员 英语很多 我是去探求 怎么探求 从各个角度突然有处缘 甚至我好奇 甚至我想看清楚一些 有一些东西 甚至有的人说 我就不信佛 能不能让我见见鬼啊 我也信佛 见不到佛了 鬼能不能见下 鬼不是等级低吗 你弄个鬼出来 我看看我信佛 是不是 我说倒是也行 但鬼出来 你能回去吗 我把你回不起 被带走 我可不管你啊 他开玩笑了 就是说他这种肢戒 因缘不到 他有因缘 他自然会 会根据人道的教育 是考问题 因为我们这批人 特别学理工的 就跟那个西方那个叫 机械维物主义 那个思维一样 一定要见到 所以有时候 你看学佛的很多东西 你要看一些片子 看一些所谓科学上的东西 就什么量子啊 诶 解释得挺好 就跟这差不多 对 能够打扫 对 等一下就觉得 有道理 有推理 对对 就离心的 能够推出来的 空性可以推理出来的 至少他就觉得特别坚实 所以你的那种感觉 就是 因为你训练 这也是个气氛 是 但是我现在意识到这点了 所以就是 理工科就是这样 他要推理 他要一个说法 他要个结果 要个定论 要个奇迭 要个理由吧 信仰的一个理由吧 给自己 这不然是不是太茫然了 不是 就是 佛说的是真理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个 这里不能证明 不像谁也是 做不出证明了 不能料化 是吧 就是到后面就不能推了 我就今天跟这事员说 是 就只能去 所以就要 我觉得有一次看一个 什么美国 我觉得有一个人称灵魂 有几斤几重 然后呢 当那个人死了 然后死前称了一下 死后说是零点几几克 因为短了 其实少了零点几几克 死前是那么多 死后就是马上称 就是很清楚那个称 就少了零点 说灵魂就是这么重 我觉得这一定是理工可搞的 它是一个认知的相续 只要死了的人 它是个新的 就是意识层面 认知的一个相续性 导致的这些中英的一个化身 所以它是 他们不能拿重量这种事情来撤离 因为你不是 它就是个风大 可以说 或者是 他怎么会是个 他就是说爱佛学的教 就是你离开了以后 可能有一个性 图像会 这个东西 所以中英生有一个近视 有空性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 因为中英一旦脱离开肉体的 肉体的这个粗重感 他的角色慢慢解脱了 他有他有个自在的感觉 有时候在刚出身体脱离以后呢 他真的是觉得有一个东西 从身体 离开了一个舒服 当然说 在他还下一年意识 就是 分别意识没起 有的人修财地嘛 他下一年分别意识没那么多 当然说 这是很平静的受足症情这种人 死的时候没那么痛苦 挣扎 没有痛苦幻境 他走了以后 他在中英境界出现 他可能在短期里出现一个 比如他在这个房间死了 他他会出来以后突然充满这个房间 就是他的信息会充满这个房间 就是 其大五百七小五百内的状态就出现了 这个时候如果他有空信证件可以认出来的 借信的 就是他他不知道有多大不在 就是说明这个人那一刻是没动念的 死的手 但是他第二年一起念 比如他认知了 我或者他知道我是谁 他是他前一世的心下就出现 就立刻他幻境就在这个房间出现 当然有天眼的人或者什么 有神通就看到另一个他出现了 而这个人还在做他上一世的所有事情 可能会做一些他上一世的事情 甚至他不知道自己死了 这回死了 还有就是他可能就是说他这个他他起心动念 甚至就像我以前看有一个原始 他他是他出来以后呢 他他一瞬间是充满这个房间 但是他很快就起心动念 他觉得他觉得天亮了 因为他舒服 其实是晚上那天是晚上他死的 晚上外面是黑的 然后但是他出现以后 他他进入七大五百七小五百内的时候 他进入光明镜了你知道 因为他有神通了 就是一出现是有神通的 那个时候他就觉得天亮了 天亮了他就要起床 因为这个这个是个出家的 他他他要起床 因为天一亮他一般都是起床的 起床他就要出去干活 就是很精进的一个出家 他就要出去做扫寺院啊什么的 所以他就觉得天亮了 这个念头一起 马上就这个这个就换化车 他生前的样子了 然后天亮还是没有天亮了 然后呢他就要出去 但是呢就是他看不到门 他找不到门 但是他窗子有一块坏了 有块玻璃 他就从窗子出去 就是这个意念一动 已经从窗子窜出去了 但是对他来说 他认为天亮了外边就是亮了 院子他有个院子的 他就是亮了 亮的到了院子以后呢 他就呈现出他以前的样子 因为他要扫院 所以他那个少主就在院子里扫院 扫完院子他做了一些其他的事 然后又从 又从门回来了 还推开门进来了 但是从人力的角度看 这些都没懂 所以我就突然想起那个 为什么农村啊 比方的农村不是 人死了在房间里 就要打一困窗子 你看有这种风俗吗 你们看到没有 就是一个人死在家里的时候 家里人会把一个窗户打开 就是只要一溅气 就会我们那儿就有一个 就是把一个一个子窗子 就会就会打烂打破 就是我就是有道理的 他找不到门 然后他就哎就是做很多事啊 什么这些 我只是讲个片段啊 因为他还很长 那当然这个是个休息日了 他就很切切 那对大多数人死的时候 比较痛苦的人 可能一出一出这个事 就是我还看过一个就是一出来以后 他就切口就下雨啊 他就冰棒啊 他就是哇 他就跑跑啊 因为因为就是这个雨太大了 他要找个地方避训什么 最后他就跑跑跑跑 最后跑到一个 有个白色的房子 他就跑进去了 其实是个羊肚子 直接投胎去 投胎嘛 他就避雨避到那个羊肚子里了 但是对他 他在那个境界里 他出到他的眼 就是看见有个白色的房子 他就跑到那个房子里面去 就要中医境界是千奇百怪的 你不那个 因为你在中医生的时候 你的眼睛的视角 一部分是你先前这一世的 一部分是当下的认知 因为呈现的境界不一样 因为你只是风大了 你的执着 你的东西脱离了这个肉体的时候 你的夜暴不一样 所以你的面前呈现的境界不一样 所以你看到一个羊就是一个白房子 那种东西称不出重量的 人死了以后那口气只中几颗 但是那样探讨不行的 那样探讨不行的 还有推理啊 所有这个空性 空性里面无相 连定义都不能起 所以佛学到最后空性是 不能说话 一张嘴就是错 一张嘴都是定义嘛 因为在人道说空性 一张嘴就众生已经拿定义来听了 不管你说他叫空还是有 不管他叫个佛字 还是叫个什么自信人 你只要给他改定一个名字 众生已经在想象子做了 找象子做了 因为众生要听法嘛 所以佛陀讲法到最后 只能是年华微笑 年华微笑 他出了个境界了 场嘛 他有一个境界 他这个境界也是多余的 众生就会各种揣动 哎呀佛年这话到底想说啥 是吧 那天人是心生嘛 佛在心里说啥 佛啥也没说我告诉你 因为天人就是感应嘛 那人道就生就是说 你要张嘴嘛 你不说我咋知道你想干啥的嘛 人道 天人就是 你心里有啥 你想啥我就知道嘛 是吧 所以佛年话 可能六道就生不同的解释 随力得解嘛 也在说法嘛 只不过是不理文字 教外别传 以心应心啊 那就是佛的心法 那就是空性啊 空性咋传的 是吧 所以不能张嘴 所以你的推理到最后没用的 是 你到最后你这种理性的推理 或者是认知空性的方法 如果遇上个大禅师就是棒子 你再推 棒一棒子 从头打下去 晕了 一直到大晕 他晕了 醒来了 我还是不知道 然后又一棒子 打得闭嘴不说话了 也是憋着 让你不思考 打得不能思考 他还说 等你最后突破需要那样的时候 你不需要打残了也不行 对 后来又发现了 他又局限 就算你说六根突破了 到了天人 天也 灰也 法也 这个城市 你看到唯独很多了 境界很多 他还是幻境 还在幻境里折腾 你自我的习气 啥也放不下 我告诉你 你有天也会也法也不见得 你能放下你那些人类的东西 你照样贪成七百亿 只不过你贪的不是这个世界的东西 可能你贪境界 或者你贪明文利亚 贪很多东西 你只要不破而言对立得 你只要你 就是说你不圆满之前吧 还要不断地在人道圆满 最终你一定要活成你就是一切的经济 那个一定要离向才是你才是一切法 你要不离向你怎么能是一切呢 活成一切你就满足了 你的欲望完全彻底的满足了 因为一切都是你了 你还要啥呢 再也不会分离 再也不会死亡 一切都是你 一切都是毕竟空 你还不满足吗 你是一切一切无相 在人道那就是诗如是 如是相 如是因 如是果 如是心 不是空心 在人道就没有什么 避开因果啊 避开诸相啊 你怎么借空心啊 那诗如是里边就在那儿借啊 借空心啊 因为人道就那些东西啊 我法华界的诗如是 你只有在那里边借信啊 空心就用还在那些 道理的规律里 没破解一下 反正说这些都没用 但怎么破一下 从中到破 按住的禅定 从中到破 不住 不住所有境界 不住所有行 所以这个靠推理没用的 嗯 知道啊 嗯 嗯 靠推理能给大家讲法 不然你介绍嘛 从物理学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